一次很平常的探动旅行 却成为了一名大学生永远的噩梦 一次航天飞机的爆炸事故 居然给几年后另一起惊天的惨剧埋下了伏笔 大家好,欢迎来到杂学馆,我是Jason 今天叫我们一起来了解三个真实发生过的恐怖事件吧 在美国印第安纳州Bloomington市郊外的一片树林里 地面上有一个看似很不起眼的洞口 但是进入这个洞口之后 再爬过一段低矮的被称为断背通道的坑洞 就能够进入一个绵延将近10英里的巨大的地下洞穴系统 这个洞穴被称为Sullivan Cave 因为它内部错综复杂的结构 这个洞穴被评定为只适合专家和高级探险者进入 为了防止发生人员伤亡的意外 从1990年代开始 洞穴的入口处就被政府加装了一个带锁的铁门 只有得到政府批准的人或者组织才能够拿到钥匙进洞 而且政府也明文的规定 在进入以及离开洞穴之后 拿钥匙的负责人也一定要把身后的门给锁上 防止没有资质的人误入发生危险 但是再完美的规定 只要负责执行的是人 那就不可避免的会因为各种的粗心大意而发生事故 2017年9月17日的中午 11名有说有笑的青年人 在一名社团负责人的带领下 打开了Sullivan Cave的大门 开始了他们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洞穴探索 他们都是来自于印第安纳大学的大一新生 也是印第安纳大学野外探险社团的新成员们 社团组织这次探洞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新成员们能够尽快的互相熟悉 为今后的活动打下基础 之后在领导人的带领下参观完了 包括巨大时事在内的各种地下器官之后 他们就准备回到地面返回大学了 因为到达出口前要通过那个低矮的断背通道 所有人一起通过的话就有些太拥挤了 所以负责人就把这些青年分成了两组 分批的先后通过 英名叫做Lucas的19岁大一新生 被分配到了第二组 需要迟一些才能够通过 因为Lucas的腰上 有不久前运动造成的旧伤 长时间保持弯腰的姿势会非常的难受 之前进洞的时候 走过这段矮动时 他就已经非常痛苦了 于是在轮到他们这组人进入断背通道之后 他就决定要用最快的速度爬过去 最好是能够追上前面的那一组人 让自己弯腰的时间越短越好 于是一进入通道 他就开始快速的往前冲 很快的和他一组的社团成员们 就都被甩到了身后 但是出乎Lucas意料的是 他维持这个速度爬了好一阵子 按理说 就算是没有追上之前的第一组人 此时也早就应该到他洞穴出口了 可是在自己面前的 怎么还是看起来黑漆漆 没有尽头的通道呢 停下来仔细的一想 Lucas就明白了 是因为自己太过心急 冲得太猛 以至于错过了中间一个通向入口的岔路 来到了一条陌生的通道当中 换句话说 他迷路了 不过此时的Lucas并没有着急 因为按照社团的规定 在集体活动结束之后 会清点人数 发现他不见了之后 对这个洞穴很熟悉的负责人 还有其他的成员们 肯定就会来找自己的 所以他最开始的计划是 就停在原地不要乱跑 等着其他人来救他 但是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Lucas开始感觉不太对劲了 因为他不仅没有看见任何人来找他 就连寻找他的呼叫声也没有听见 这就很尴尬了 别的人不会真的把自己给忘掉了吧 抱着这种担心 Lucas开始小心翼翼的 寻着原路返回 借着头上的灯光 他看见了洞壁上 不知道在多少年前 有人留下来的 指示方向的箭头的涂鸦 跟着上面的指示 他也终于找到了洞穴的出口 但是让他吃惊又沮丧的是 这里非但没有等着他回来的社团成员们 就连出口的铁门也被重新锁起来了 很显然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包括负责任在内的所有人 都没有发现他不见了 这下可真的是大事不妙了 这里并不是特别热门的旅游景点 普通的游客基本上也都不会来 真要等到下组专业的探动者到来的话 Lucas说不定就要饿死了 惊慌当中 Lucas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想要对外求救 但是在这边地区手机是没有信号的 于是他摘下了自己的头灯 调成了闪光模式 伸出了洞口外面 一边挥舞着一边大声的呼救 希望能够吸引到旁边公路上车辆的注意 但是几个小时之后 喊到喉咙嘶哑的他 发现靠喊根本就没有用 于是他就只能够放弃了这个念头 然后他在洞口的地面上 发现了一个别人遗落的区别针 于是他又开始尝试用区别针去撬锁 但是门上那把大铁锁 很显然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别针能够搞定的 六个小时之后 他也只能够又一次的放弃了 此时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很多住在洞穴里的蝙蝠 也开始纷纷通过入口铁门的栏杆空隙 飞进飞出 Lucas害怕这些蝙蝠可能携带狂犬病毒 于是就只能够退回了洞穴更深的地方 稍稍冷静下来一些之后 他就开始检查身上的物品 试图为自己在洞内求生制定一个计划 但是很快的 他就沮丧地意识到 自己除了一身轻便的衣服 穿戴的登山靴和头盔以外 就只带了手机和钱包 而进洞时带进来的两根能量棒 还有两瓶水 也在之前的摊动过程中被他吃喝完了 现在就剩下来了两个空瓶 还有两张包装纸了 可以说淡静粮绝 就是他现在最真实的写照 这天晚上为了不被冻死 他远离了吹着夜风的洞穴入口 在一片相对干燥的岩石地面上 抱紧了身体 蜷缩着小睡了一会儿 第二天他又回到了洞口 大声呼救了一会儿 没有效果后 他又回到了洞穴里 试图用空水瓶还有糖纸 来收集一些洞壁上的露水来解渴 在各种尝试都失败之后 他只能够无奈地伸出了舌头 在比较潮湿的洞壁上 舔室上面细小的水珠来解渴 就这样又度过了饥饿又寒冷的一夜之后 时间来到了第三天 Lukas已经饿得两眼发黑 他开始悲观地认为 自己估计是无法活着出去了 于是他把手机重新开机 在里面留下了写给父母的遗书 然后他再次地来到了洞穴的出口 此时已经是第三天的傍晚 看着渐渐暗下去的天色 他决定今天就不回洞里去睡觉了 要死也要死在这里 但是就在此时 他听见洞外传来了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 然后一个满脸焦急的人 就出现在了洞穴的外面 Lukas认出 这个就是三天前带他进洞 然后又把他给锁在了洞里的 那名社团的负责人 原来三天前在出洞之后 负责人确实也按照规定清点了人数 但是粗心大意的他 在数过数之后 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少了一个人 而且其他的成员呢 也因为都是社团的新人 对身边的人也不熟悉 所以也就没有人注意到少了Lukas 在乘坐大巴返回学校之后 他们就解散了 好在Lukas的父母都是 印第安纳大学的教授 在连续两天多都联系不到儿子之后 他们就询问了儿子参加的 这个社团的负责人 感觉事情不妙的负责人 连忙去车上查看 在发现Lukas的一件外衣 还遗留在车里之后 他才恐惧地意识到 自己可能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好在当他忧心忡忡地 返回Solivan洞穴的时候 就看见了鸡肠碌碌的 等在这里的Lukas 幸运的是 随后赶来的医生证明 Lukas的身体除了有些虚弱以外 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而且在离开洞穴之前呢 Lukas还不忘按照洞穴探索的礼仪 把自己留在洞内的垃圾 都做了清理并且带了出来 出洞之后 在狼吞虎咽地 吃下了一大碗意大利面 还有一个巨无霸汉堡之后 他就彻底地恢复了精神 1896年5月30日 在美国俄亥俄州 一个叫做七叶树公园的地方 一条铁路从公园的中心穿过 在这天的中午 两辆分别拖着四节车厢的蒸汽火车 正在这条铁路上对象行驶着 眼看着两个火车头的距离越来越近 但是他们却一点减速的意思都没有 然后只听得一声震天的巨响 两辆火车头迎头相撞 两个车头瞬间都被撞成了废铁不说 他们后面拖挂的车厢 也纷纷地脱轨翻腹 扭曲变形 一名在铁路边维护的工人 被飞出来的金属碎片划霜了手臂 衣服瞬间就被染红了 总之当时的场面可谓是触目惊心 但是奇怪的是在这段铁路的两侧 居然黑压压地占满了接近两万人 在看见火车相撞之后 他们非但没有表现出任何震惊或者害怕的神情 反而还纷纷地露出了满意的笑脸 甚至还兴奋地大声欢呼了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整起所谓的事故 都是一家叫做哥伦布的铁路公司 设计并且进行的一场表演 而其中的目的也根本就不是为了进行什么火车安全性能的研究 而是非常纯粹的为了娱乐大众 宣传品牌并且从踪获利而进行的表演 没错在那个精神生活非常匮乏的时代 就连恐怖的行星现场都能够成为人们不愿意错过的娱乐 更别提撞火车讲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了 看准了这一点的火车公司 于是就想出了这个主意 在他们精英的公园里修筑了一条几英里长的铁路 然后把退役的火车头拿来撞给人们看 而且他们对这场表演进行了非常精心的营销 那就是在开放日当天进入公园里观看撞火车 是完全免费的 但是想要一睹这个奇观的人呢 就必须购买价格2美元的往返火车票 通过专用的线路进入公园里才能够观看 通过这个手段铁路公司在销毁退役的救火车头的同时 还赚取了非常可观的利润 更是给自家的铁路服务做足了广告 简直是一举己得的好事啊 而正所谓看着同行赚钱 比自己亏钱还难受 在德克萨斯州经营着客运业务的MKT铁路公司 在客户经理William Crash的提议之下决定 他们也要进行一次规模更大 更加刺激的撞火车表演 用来表演的火车是刚刚才被淘汰下来的 牵引力有32吨的火车头 而负责执行这个活动的呢 就是经理William Crash 因为他的姓Crash意思是粉碎 和火车相撞的Crash同音 意思呢也相近 所以这次活动也就按照谐音 被命名为Crash on Crash 之后MKT公司为这个活动 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宣传 他们挑选了两台编号为999和1001号的机车头 给他们油漆上了鲜艳的颜色 然后开始在德州境内 几乎所有的火车站进行了停留和展览 告诉民众们 他们将亲眼目睹这两个火车头 惊天一撞的全过程 然后他们又为这次活动 专门修建了一座 类似于嘉年华的乐园 里面铺设了专门的铁路和站台 铁路两边为了迎接到来的游客们 打好了两口水井 十几个供后面的游客登高观看的高台 也都被修建了起来 临近活动开始之前 一个马戏团也在这个园区里 搭起了帐篷开始表演 各种医疗展 科技展 卖雪茄的 卖饮料的摊贩 也纷纷赶了过来 以至于负责建造这片园区的工程师 都和媒体说 就算是没有转火车的表演 来这里玩一天 也绝对是值回票价的 而MKT公司 也采用了和同行相同的收费模式 那就是 入园观看和游览是完全免费的 但是游客们必须购买价格为3.5美元 相当于今天125美元的往返火车票 才能够坐着专列进入园区 在1896年9月15日 也就是活动的当天 购买了火车票进入园区的游客 就达到了惊人的4万多名 整个场地都被挤得水泄不通 为了保证基本的安全 铁路公司要求 游客们必须停留在 距离铁路180米外的地方观看 负责拍照的媒体记者们 则可以接近到距离撞击地点90米的距离 但是人们的好奇心 让他们都想要凑得更近来观看 所以他们都在往前挤 这让铁路公司 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来维持秩序 当火车相撞的表演正式开始的时候 已经是这天下午的5点钟 比预计迟了一个小时了 相距几英里远的两个火车头 互相鸣笛表示已经准备好了之后 上面的工程师和机组人员们 就启动了车头 开始缓缓地往前冲去 在确定火车开始稳定地提速之后 这些人就都纷纷地跳下了火车 让两个车头各拖着六节 塞满了整幕的沉重车厢 开始了无法避免的毁灭之旅 火车公司之后表示 在相撞之前 两辆火车都达到了每小时72公里的速度 但是根据当时在场的记者回忆说 他们感觉火车的速度远远的超过了80公里 然后轰隆隆地行驶着的两辆火车 就在预定的撞击点 在4万多名观众们的眼前相撞了 哄的一声 随着一声震天的巨响 两个火车头的一部分被挤压成了两块铁饼 但是车头里的蒸汽机 在剧烈的碰撞之下发生了爆炸 滚烫的金属 还有木头碎片 被喷洒到了几十米的高空当中 然后就往周围四射了开来 周围的人群和记者发出了恐惧的呼喊 纷纷进行躲避 但是依然有两名不幸的游客 在被这些残害击中之后身亡了 还有另外六名游客和记者身受重伤 一名叫做Javis的摄影师 在拍下这张火车相撞前最后一刻的照片之后 就被飞来的碎片打瞎了一只眼睛 一场营销活动居然造成了两人死亡 多人重伤的事故 铁路公司觉得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为了减少事后的影响 公司方面在当天就解雇了活动的策划和组织者 William Krash 但是之后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虽然有人在身边断胳膊断腿甚至是死去 但是现场的四万多名游客呢 在短暂的慌乱过后 却还是发出了满意的欢呼声 他们甚至还争先恐后的跑到了火车残骸的旁边 捡起了地上的碎片 当成纪念品带回了家 面对媒体记者们 他们也几乎都一口同声的表示 这次经历实在是太刺激了 感谢铁路公司给人们创造了这么美妙的体验 毫无疑问的 这场惨剧 非但没有对铁路公司造成任何负面的影响 反而还成为了成功的广告 所以在第二天 公司就火速地重新地把William Krash聘回了公司 然后让他在经理的位置上 一直做到了退休 之后虽然两名死者 以及那些伤者的家属们 对铁路公司提起了诉讼 但是在得到了一笔赔偿金 还有铁路公司 允许他们的家人终身免费乘车的补偿之后 他们就都迅速地选择了和解 而那名被打瞎了一只眼的摄影师 则是获得了1万美元 相当于今天34万美元的赔偿 之后其他的很多火车公司 也纷纷地效仿 进行了很多次撞火车的表演 但是却都没有能够达到这次事件的效果 1986年1月28日 是人类航空航天历史上非常黑暗的一天 美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 在升空73秒之后 就发生了爆炸解体 上面搭乘的7名 可以说是人类精英的宇航员 也全部遇难 在几乎所有的美国人 都在对这起惨剧进行哀悼的时候 他们想不到的是 这起事故的余波 将会在两年之后 造成另一起惊天动地的巨大灾难 1988年5月4日的中午 在美国内华达州的一座山上 两名通信公司派来的工程师 正在这里对信号塔进行维修 他们当时所处的位置 距离著名的堵城拉斯维加斯 只有16公里 而在不远处的山脚下 是一个被称为Handerson的小城 以及周边的一些工厂 在这天中午的11点40分左右 正在专心修理信号塔的两个工程师 突然听见山脚下传来了一声巨大的爆响 他们连忙转过身去 就发现山脚下的一个工业建筑群里 燃起了熊熊的火光 还有直冲天空的浓烟 于是他们连忙架起了随身携带的摄像机 把这场恐怖的灾难全程拍摄了下来 起火的地点是一家名叫Pipecon的公司 设在此处的厂房 这是一家和美国政府合作 生产火箭推进剂原料的化工厂 最主要的产品是一种叫做高氯酸氨的化学产品 这是一种极为不稳定 瘦弱之后会发生极其剧烈的燃烧和爆炸的物质 但也正因为这种特性 让它成为了需要瞬间提供巨大推力的 固体火箭燃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问题是自从两年多前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的惨剧发生之后 美国政府就暂停了所有的火箭和航天飞机的发射计划 而为这些火箭准备的燃料也就无处使用了 化工厂只能够按照政府的指示 把这些原材料装进了铁质或者塑料质的大桶里 然后就地封存了起来 很快的Pipecon公司在这个厂区里 存储的高氯酸氨就达到了4500吨 远远超过了它被设计的安全上限 在5月4号的这天中午 两名化工厂的员工来到了储存着这些危险原料的场地 他们带着焊枪准备用来修复之前被台风损毁的棚子 在作业之前 他们按照安全规范 先用大量的水对场地还有棚子进行了喷洗 好去除上面可能沾染到的一燃一爆的药品残留 然后就开始对棚子的金属结构进行焊接作业 但是不知道什么缘故 焊枪的火焰突然就在棚子里引起了大火 维修的两个工人曾经一度试图用水龙头灭火 然后又叫来了附近的几个同事带了灭火器进行铺救 但是火势还是无法控制的越烧越大 终于在他们迅速地撤离储藏棚之后 一部分储藏在桶里的高氯酸氨就被引燃 然后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也就是之前两名通信工程师 在距离将近3.5公里外的山顶上听见的那声爆炸 但是当时这两个工程师不知道的是 这还仅仅是个开头而已 在他们的镜头记录之下 这个化工厂在之后的十多分钟的时间里 又发生了六次一次强过一次的巨大爆炸 而当时在化工厂的内部 面对着失控的火势 负责人Bruce粗略地计算了一下 这里储存的高氯酸氨的数量 就明白了仅仅逃离储藏区是远远不够的 工人们必须立刻撤得越远越好 于是他就拉响了警报 在广播里要求 所有人都停下手里的工作 立刻开车离开 然后双腿有残疾的他 操坐着轮椅来到了停车场 监督所有的工人尽快地离开 因为坐着轮椅行动不便 当时的Bruce应该已经做好了 要死在工厂里的心理准备了 而当时在工厂内部 也还有一名叫做Roy的操作员 在坚守自己的岗位 他不断地和附近的消防局打电话 随时通报厂区的情况发展 随着火势的扩大 更多的化学药品被点燃 一次次的爆炸声 也开始响彻云霄 终于远在山上的两名工程师 拍摄到了第七次 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爆炸 录像当中可以看见 这次爆炸产生的 肉眼可见的冲击波 把旁边的一栋厂房 瞬间就击碎成了飞灰 不远处一条路上 正在逃离的几辆车 也被掀翻在地 当时留在工厂里的经理Bruce 还有操作员Roy 瞬间就从世界上完全的消失了 而正在路上赶来的消防队 也被席卷而来的冲击波 震碎了车窗 15名消防员因此而受伤 他们只能够停了下来 然后他们就遇到了 逃过来的化工厂的工人们 他们告诉消防员 厂区有可能还会继续发生爆炸 最好谁都不要再过去了 于是消防队员们就只能够停在了原地 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大火燃烧 这次爆炸的规模究竟有多么大呢 据事后的资料显示 这次爆炸造成了李氏3.1级的地震波 相当于250吨TNT炸药的爆炸 其威力已经达到了战术核武器的等级 是美国本土发生的非军事非核爆的情况下 规模最大的爆炸事件 附近的Handerson小城 很多户居民的房子都被冲击波所破坏 数百人因为碎片飞溅而受到了严重伤害 还有一名男子因为被碎片击中头部 而造成了终身的残疾 一家当时从上空飞过的波音737客机 也因为这次爆炸发生了剧烈的颠簸 Pepcom公司修建在这里的化工厂园区 也因为这次爆炸基本上成为了一片平地 所幸的是因为撤离及时 当天在工厂里上班的75名员工 除了坚守到最后的Bruce和Roy之外 全部都逃生成功 但是这起事故的善后却成为了另一场灾难 据估计这起爆炸造成的损失高达1亿美元 而Pepcom公司所购买的保险 最高的赔付额度却只有100万美元 仅仅是损失的1%而已 所以之后的几年间 数十家保险公司和50多家律师事务所 在法庭上斗得天昏地暗 据估计这期间烧掉的法律费用 又是高达千万美元之多 终于在1992年 他们达成了7100万美元的和解协议 事情才算是告一段落了 之后Pepcom公司改名成为了Vico 把厂区搬到了犹他州 继续从事火箭燃料的生产 但是很显然的这家公司并没有从之前学到什么教训 在1997年7月30日 这个新工厂又发生了爆炸事故 造成了一人死亡 四人受伤的惨剧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您想要看到更多的真实犯罪故事和黑暗奇闻 也欢迎您加入我的频道会员 再次的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